Lun Sang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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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我是Tim 那这期的影片呢 要来开箱 最近呢所买David Sample 的这个中音 摧准 那在影片开始前呢 記得幫我訂閱、分享、按讚、開啟小鈴鐺喔 那現在呢我收到的這個包裹是美國寄來的 美國寄來的 那也把裡面的一些東西呢 都先拿來給大家看一下喔 好 這個吹嘴呢目前還沒有看過這個 國內 目前還沒有看過有人訂購 那因為我是Davidson Bond忠實的粉絲所以呢 以往呢 都在追求他的聲音 到最近看到他有一個 簽名的吹嘴 所以呢就迫不及待的購買 那他這邊也有一個你一些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些你訂購的文件資料 用大概等了有 20天喔 快要一個月因為 聽說是海運所以呢都會比較久 那這個就是 他這個品牌 DRAVE 他的 這個DM 他有很多的吹嘴 大家如果喜歡的 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也會把這個 他的連結 放在影片的下方 那再來重頭戲呢 就是吹嘴 吹嘴 我購買的吹嘴 號數是 8號 那聽說呢我們 David Sample 本尊 本人 是購買7號的這個吹嘴 我想說呢 平常都吹比較厚 所以呢就購買 這個8號 大家可以依自己的這個 嘴徑 跟這個嘴巴 平常吹的什麼的 號數 去購 那這就是他 所附的這個 吹頭 吹頭蓋子跟 溯圈 那他溯圈有兩個 我等一下呢 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先來開箱這個 吹嘴 那我也是試了 兩個月左右 順便呢 來跟大家分享 最近 學到的 聲音的心得 那也會 後續呢 出一部影片呢 來跟大家分享 David Sample的經典歌曲 這個 開箱就很有儀式感 而且這個 盒子呢 他跟他這個包裝看起來就 很有質感 很有質感 他用這個桃紅色的 這個布袋呢 去 裝著他的這個吹頭 那裡面我摸起來呢 是有這個類似泡棉 類似泡棉 保護 我們現在來開箱了 開箱了 沒錯沒錯 這邊就是有一個 DRAKE的這個 泡棉 他有附一針貼紙 送給你 附一個貼紙送給你 好 那接下來這就是重頭戲 這個吹嘴呢 我是有使用痕跡了 已經 舊舊的 但是呢 我想說呢 我要使用一下 才有辦法分享心得 我就呢 開箱 新的 綜合起來呢 拍攝一支影片 就沒有另外做開箱 所以呢這個新的吹頭 已經被我吹揍過了 那他另外呢 在吹嘴的這個貼紙 這邊有附一個貼紙 是 為了防止呢 牙齒咬在這邊的時候 滑動 但是呢 我覺得 會一點 影響聲音 所以呢 我就不貼那個貼紙 那我們David Sambo 呢 本人使用的吹嘴 也經過研究呢 我發現他也沒有貼這個貼紙 那可以給大家參考 你可以仔細的去聽這個聲音 會有一點點的 這個變化 那這個吹嘴就前面有這個 他的mark 就是 這個他的mark 那 好像是 952銀 他是純銀 再配上一些 捏啊一些等等的材料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去官網 官網呢 看他的一些分享 比如說這個 吹嘴的材質 我就不多介紹 那個官網呢 都有寫了 官網都有寫 那他屬於一個 比較 高檔版 高檔版 他這一塊呢 比較高一點 可能你的共鳴啊 也會 有所影響 那整顆呢 重量是 沒有很重 就是 我之前吹的這個 吹頭呢 中音的是 Dukov Dukov 那同樣也是8號 比Dukov的呢 再輕一點 我就 用Dukov來做比較 這個就 比較輕 你也比較好做 震動的共鳴 接下來呢 來 簡單的介紹 他的這個 竖圈 跟這個吹頭蓋子 這個蓋子 你看 DRAKE 他這個就是 看起來讓你覺得 很有質感 然後接下來呢 他這邊 這是我最近發現的小巧思 在這邊呢 有兩個 Saxphone的小玩偶 對吹 這個非常可愛 大家 很難發現 我是呢 最近 在練習的時候 打開吹頭的時候 發現 上面有兩個 Saxphone寶寶在吹中 那接下來 撞頭戲 就是他的 這個 碩圈 有兩個 碩圈 先跟大家介紹 這一個 那這個碩圈呢 跟外面這個 皮碩圈呢 跟外面市面上賣的 差不了多少 就是 一般的那種 皮碩圈的感覺 那吹起來的聲音 感覺呢 沒有這麼 共鳴 沒有這麼開放 就是比較被包覆著的感覺 那他是 有一些切割線呢 讓你做修改 所以呢 有些朋友呢 像我們 會修改的朋友呢 會自己 處理的朋友 這可以讓你 就是 自己去修改 修改成你要的 不是說呢 更薄 或者是呢 怎麼樣呢 來調整你自己 吹嘴 碩圈 所套上去的這個 舒適度 美觀 以及聲音 那接下來 第二顆呢 碩圈 他戴起來有沒有像這個戒指 有沒有 哎唷 剛剛好啊 有沒有 這個就很像戒指啊 我都稱他為這個 戒指 塑圈 戒指塑圈 那同樣呢 上面就是一個這個 DRAG的他的 Mark 那他的材質 就是 塑膠 我這樣摸呢 就覺得是塑膠 那他這個套上去呢 非常的簡單 給大家示範一下 有沒有 這樣今天大家要套上去 像一個戒指 套到手 裡面一樣 套到手裡面一樣 這樣套上去 你就按照呢 他的 弧形 他有設計 那來介紹一下 他這個塑圈 叫做 POINT 這個是專門呢 為David Sandbong 所研發 的這個塑圈 那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塑圈喔 這個塑圈呢 影響 聲音 很大 為什麼他幫他開發這個 David Sandbong的 共鳴的塑圈 這個 就要問這個大師了 那這個塑圈呢 我這幾天試下來 聲音 的確比 這個皮套的來得更有共鳴 加上呢 他重量也比較輕 所以你吹下來 哇 你會發現 很好的去震動 很好的發出這個共鳴 他就很像這個 野獸的感覺 那這個他就比較收斂一點 吹起來呢 沒有這麼爆發 野獸的感覺 那這幾天呢 就把這些東西 也稍微的摸熟了一下 也研究了一下 也吹了兩個多月 這個吹嘴呢 等了一個月左右 吹了兩個多月 現在總共三個月 所以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也小小的 做這個開箱 這個也是第一次 開箱影片 那這個 說真的 品質真的很不錯 品質很不錯 有 應該說呢 一分錢 一分貨 一分錢一分貨 那大家呢 在意的也是 這個 價錢 現在來公佈呢 這個吹嘴 吹頭 這個一整組的價錢 那這個價錢呢 我自己呢 是 用英文 在美國網站 購買的 那原價呢 一顆是 575美元 不含 運費 手續費 575美元 我會把這個 這個吹嘴 這些照片 貼在這邊 大家可以 仔細的去看一下 那也可以去官網 如果你有興趣 也是 David Sample 聲音的 愛好者 你可以去 他的官網 吹嘴的官網 也會放在 影片 下方 就連結點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 一些資訊 575美元 含運費下來 差不多 600美 差不多600美 有可能多一點 因為 每個人住的地方 不一樣 也許呢 收看的朋友 是日本的朋友 也不一定 我也有 日本的粉絲 那這個 每個地區 他的運費不同 那我這顆呢 買下來 大概在 18000 19000那邊 我也存了很久的 零用錢 那包括呢 有時候演奏啊 一些 粉絲的鼓勵 我就都會用在這個 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包括呢 我所追求的這個聲音 那 之後呢 也會拍一則影片 預計呢 在 禮拜一 晚上 8點 來發佈 就是這顆吹頭呢 配上 我近期 所練習 Devison Bon 吹法 吹奏 以及聲音 用一首歌 來給大家呈現 那這首歌呢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你再去聽一下原版 覺得有什麼差別 那我不可能呢 也不敢說 跟這個我的偶像大師 一模一樣的聲音 但是呢 經過我呢 很久很久的努力 鑽研他的聲音 鑽研他的吹嘴 鑽研他很多的這個 一些小細節 甚至竹片 碩圈等等 在近期呢 有一些心得 就用這首歌呈現 也跟大家 分享一下心得 那這個 吹嘴呢 就小小的住個開箱 也讓大家 知道一下 再看一下 有沒有 稍微讓他旋轉一下 旋轉一下 這邊呢 有 Devison Bon 本人 親手 簽名 親手簽名的 那他每一顆吹嘴呢 都是 副科 Devison Bon 所要求 新鶴的複製 手工 製造 所以這顆吹嘴呢 才會那麼的貴 國內呢 目前還沒有看到 有朋友 跟我拿一樣的這個吹嘴 接下來呢 這幾天吹咒下來呢 簡單來說就是呢 你要把聲音 怎麼樣吹出的有力量 扎實 且有爆發力的聲音 那當然呢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 放鬆的吹咒 每個人呢 喜好都不同 那在這邊呢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聲音 並且吹咒 喜歡這個有扎實 力量 有爆發力的聲音的話 你就要靠這個身體的力量 去做這個吹咒 那這幾天呢 也跟大家分享 每天練習完 直播完呢 還要再去跑步 練的呢 就是這個 肺活量 我也沒有跑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 三公里左右 那我知道呢 有一些老師 甚至還跑了十幾公里 那我這個是算是小數目 但是對我來說呢 我覺得 如果你要吹個這個好的聲音 你必須要練習你的肺活量 那肺活量也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呢 是腹式呼吸 我現在呢 已經都 改成腹式呼吸 不管你在睡覺 我在睡覺也一樣 大家可以自己去 用手 用手去摸 看自己是習慣什麼樣的呼吸 在做吹咒 那我跑步呢 就是在練習 腹式呼吸 這樣呢 才有辦法吹咒出 好的聲音 有爆發力 並且有力道的聲音 在這邊 跟大家做小小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呢 會喜歡 這一則影片 那下禮拜一呢 就會發佈 我介紹的歌曲 來自呢 我的大師 偶像 David Sandbong 的歌曲 那曲名呢 在這邊 就不先介紹 大家呢 禮拜一 晚上 8點呢 再記得準時 收看一下 上司風 David Sandbong的吹咒 讓大家呢 也聽聽看 也藉由這則影片呢 了解這個聲音 了解 這個聲音 是怎麼來的 也希望大家呢 喜歡這一則影片 如果你喜歡 影片 記得 按讚留言 追蹤 以及分享 那我們 星期一的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